歡迎大家來到今天晚上的哲學型起舞 我們就是很開心今天是請到的 就是玻璃台語教育大學社會語區 一段來學習的副教授王大學老師 還有他同時也是中寫人類教育中心的主任 他今天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在中漢兩邊這方面 在臺灣之間做一些文化教育 還有人參與的一些企劃 然後我們邀請到的就是玻璃台語教育大學的社會 去幫助學習的祝福 也來跟我們做一些分享 很謝謝就是這個 因為聽我們文啟他的介紹 然後就是邀請到大修老師來 然後我們覺得說 其實我訂這個寵題的話 有點是故意一點點 因為大家現在每天都聽到新南向 新南向 我覺得聽的有一點我知道 就是都是比較看到說是經濟的上面的產業 那其實如果說我們想要經濟上 對的確往那邊發展也是一個一個一個 合作的可能性 可是我只是覺得說 我們每天生活在我們的生活中 都有這麼多的新出名 還有就是這麼多東南亞的朋友 可是其實我們都是很適合理解 然後其實我們其實對他們的印象 多少都還是有些偏差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可能從另外一個角度 就是比較從文化 然後比較一個平等的一個角度 來去看這個事情 所以那大修老師他就從二十多年前 他就開始了 就是這些計畫 他就已經開始造成東南亞 早在感受現在的相機前 所以我們很開心就是今天 希望他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些 他總是這些計畫裡面 所獲取的一些 看到了不一樣的面向 他的經驗 然後還有跟我們分享一下他的看法 然後還有未來是我們可以 台灣社會可以再怎麼樣進行去做 一些關於文化還有教育的這兩塊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這樣子 那我就不多說什麼了 那我先把時間講給大修老師跟文綺 謝謝 好 謝謝你和修理 還有各位的這個背景的介紹 那我想其實有一點就是文綺 是我大學的學生 他大一的時候 我看到他跟另外一個男生是很認真 他也會很認真 所以我當時就有提到說 如果真的對我們社交系 沒什麼興趣 趕快轉系轉學 或者是修學 想想你自己的人生的方向 因為認真的年輕人 是值得去追尋他自己的理想 所以當時請他們兩個人去吃飯 就顧慮他們 沒想到畢業之後 他讀書 到我們讀書回來 因為就是等於是 又讓他到我們這個 跟這個國語化的關係 請他來幫忙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人是大家一起 那這個等一下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的老師他是怎麼對待我 所以現在我是怎麼看待老師這個角色 以及我怎麼能帶我的學生 那另外一位就是 我們另外東協人力教育中心的助理 周曉雲 小姐 大家在裡面 她是我們進捷福人大學的社工所的畢業的學生 也算是我的學妹 那我也是看到她在建國在菲律賓 所以一直做了這方面的助理多年 最後畢業的時候 我還認為說她可能有興趣 就把她拉到 我們學校來 在我這邊的東西也在你教育中心來做 但是我要說明一下 就是這個中心是完全資不隱晃的 所以學校沒有給任何的助理禁費 只有給一個消耗空間大概兩斤 就是要你自己去找計畫 找禁費 所以剛才有國泰的資產經濟會 我們就是零件的企業有贊助一些辦活動 那我們就向政府去申請經費 不管是人類整部 教育部 盡量能夠申請經費才有人力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三個人今天剛才還有一次忙 那我們也要寫課勤部的計畫 我們還要寫完一百一早晚八點送出 明天一百六要加班 那個問其媽媽媽抱歉啊 不算苛果但就是這個時代就是要趕快要做出來 擠壓我想民間的單位就是如此 我也希望培訓我們兩位隱晴人他將來的時候在多永化這方面能夠很快能夠借案子 如果有這樣的心理就是一個很好的技術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在座還有空大 還有相關的 我是感覺說多永化我這二十幾年來 其實就像說我們周圍有眾多人一起努力 另外就是我前面有老師他拜託我 那我也希望我現在能夠帶著我的學生 一點一點去 這樣 其實這個議題應該都是小眾的人 覺得不是百分之三十人都喜歡的 這個一定要認知到 就是不能因為大家跟我的意見想法不一樣 所以我就要說這才是正確的道理 畢竟只是小眾人 不可能是見什麼的 大多數人都有同意的方向 所以做起來一定會比較不容易 一定是錢不容易找 人也不容易找 但是值得做的 就值得繼續一直做下去 所以這是一個我要說明一下 有很多人一起合作 有很多人走在前面 所以現在我們認為這是值得做的事情做 那這個價值值得持續做 我們就繼續照一些上述的年輕人 能力起來做 雖然有時候是很辛苦 我相信應該多數做的都很辛苦 對我們系上的主教曾經說 因為我也都是每年從一年級的去學 一些年輕人來打工 就是當工夫 但是有一半以上可能就是 他就對這個沒興趣了 或者是對我的要求 所以我現在是帶著學生要寫這個狀況 大藝學生 可是大藝學生 我想啊 但是我不想去做 大藝就開始 我就帶著你 我只幫你帶著你去寫這個計劃 簡單寫一寫 慢慢就熟悉 我期待的年輕人就是 即早的去認識 18歲 應該要知道 這些就是希望 能夠找到適合的人 但是不適合的人 他可能是喜歡 比如說藝術 有人是電腦 每個人興趣不同 所以就不能強求 這個一定相互尊重 所以今天我想分享的是 過去二十幾年 我在美國念完書 都會到台灣 很多人的一起的能力 但是在我念書 本來之前的時候 世上 國大老師他都已經在做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是 所以隨時有適合的 問題 以後 大家可以做一次分享 那因為有一些 照片或影片 現在還沒有完成 因為他也在這個 性格的 現在在很大的 我自己夥伴 就是這個 用心的老闆 這是我以前的老師獲勝 他在美國 八十六歲 因為我們以前 他有很多的影片 就是我在裡面 他們有的 可是現在必須要經過 福大社科院院長的同意 才可以做一些分享 所以就有些美好 就用口述一下 在這個過程當中 每個人有不同意見的時候 或者經驗 我們做一個教育 好不好 所以在座的兩位 我們的助理 還有不管福大的 國泰的 或是國北或公大 我們都一起做他的教育 所以今天我想最主要還是第一個 就是 回到那個 前面 就是一個 他 不管是男生的他或女生 或者是現在是多元性的 他是可以 我相互學習的夥伴 這是 我一直都在 東南亞這個地區 那是我的感覺 雖然我在媒體面書 待了久 我也感覺 我的文化也是蠻值得 有一些是值得去欣賞 發色環境其實很複躁 很單調 但是人是 蠻值得 生活實質地去學習的 當然跟他的這個 資本主義發展到某個成果 而且一直繁榮 到最後的結果是有關係的 如果真的是 美國的經濟一摔落 我相信 一些人性或文化也是會改變的 但是東南亞確實 就是我們平常都不會賺出 也都是那麼多 都不需要 但是我卻從這裡到處去感受到 就是 東南亞的能力 是值得我們 可以互相學習 是互相學習 和夥伴 從這個角度 我來在國北這個地方 或者是跟福大一起 合作帶著學生去的時候 這是一個 無重要的核心的價值 就是我們是夥伴的 我們是平等 我們是一起學習的 那到底可以互相學習什麼 那就是慢慢來 這個問題就是值得我們去思考 因為在這個開發的過程 我們都說 才會像是一面鏡子 好像照到我自己的 我已經想的是什麼 有哪些可能是偏見的 有可能是不思考 或者是另外一種可能性的 我想這些都是 就讓你感覺很值得 跟到 到你回去 到永約 到你那種感受 有時候不太一樣 但是 那不是一種舒適 但是 那是另外一種的 值得的那種感受 好 再來就是 我的背景 一個 我的背景跟經驗 是跟我現在 這邊有興趣受歡迎的 所以可見的就 很僵化 不會太大的變化 這只是一個特性 我小學的時候 一個對我的影響 代表大學 就是我那個 國人大學的 博斯娃 神父 耶穌會的神父 他對我的影響 那我是基於 這種 小學道老師 對我的文會 大學老師 對我的啟發 所以我產生這種 感恩跟文會 會希望 對我的文會 以為 未來 能夠在我的 教學的過程當中 就不是只是學問 而是希望 真的是 像我一樣 能夠帶領我的學生 生命 能夠過程改變 這是我感受到的 這是我感受到的 如果沒有我的小學老師 跟大學老師 我的生命 可能是 絕對他們的影響 也超過 生活的風景 所以這個時候 是讓我感受到 我願意 讓我的學生 也能夠感受到 我生命改變的 這是我的小學老師 52年前的小學老師 他是台北市三星國小 前的溫瑞老師 他現在住在福德界的 福德國小的隊伍 忘記幾號 我知道 他現在住在福德國小的 他今年是86年 但是他 他是在我小學 五年級的時候 擔任我的小學老師 他那個所成的 但是已經超過 30歲的小學 可是 你開始想說 他是從大陸裡過來的 少女兵 大概12、13年 他是被抓來的 還是被迫過的 就是大陸的學生 所以他繼續讀書 然後再拉了小學老師 所以他很窮 那時候小學老師很窮 住在學校的宿舍裡 跟我同樣的年紀 的話 就可以知道 學校的大樹 裡面就有 日式的房子 然後 一個人搭那個大樹 跟另外一個老師 薪水非常少 但是他都會拿他的薪水 去買橘子 或者維他麵 因為我這個時候 也長一個拉麵 那時候就是 血 然後什麼時候都有 怎麼辦 他就說 他拿他的薪水 很少啊 去買一個橘子 一個橘子 全都可以 排列人 一個人吃 一片 實際上 幾天就沒有了 剩下的再把橘子 撕撕 一個人再給你撕撕 那對於那個 有運動比較好的 獲得選手 看他會很辛苦 就買這個 可是大家看那個維他麵 是吃的 他根本是藥 所以就不想吃 就看了 看了你在舌頭上面 吞下去了 才可以 他就是這種 把他的全部的錢 都投入在 我們這些 窮的學生身上 那 那這個就是 另外大人跑步 對待學生不會有 這個差別的 有一個學生 他的爸爸是 他是少校 開著軍車 但是他都會說 因為平常就是不認真 該跑步的老奴 就會有 指責他 要求開著 那對我們這些人 不會因為你的 家庭的關係 就有期許 像我老爸是文房 所以從小 沒辦法 他教我什麼 我國中三年級的時候 家裡才設立一個 電話 東波的電話 我才教他 一二三四 後來我到了美國才發現 原來一二三四 所以我教他的 跟美國人教那個 像那一次 比如說四就是宰船 就用形狀 二就是像俄國鴨 我也是小時候 不知道怎麼去教他 就用他的生活 然後他會養雞 又養鴨 什麼 就是用某個方式 一就是筷子 他就不是字的人 他就開始會記得 如果有人拿電話 他就會寫下來的電話號 像這類的話就是一個 我感覺 我這位小舅老師 他在六年級的時候 他教我四書 四書大概很一樣 大概都不記得 大學文 中留 孟子 我們前三書 他都教我們背碗 也會教我們的道理 我最記得的就是 《胸有異功》 他也是聽我講 後來當我才知道 我的名字 就是大學體驗當中的 《德務至之》 《城鎮兇齊》 《治國平平下》 是我的堂哥 王大哥 王大長 王大政 到我這邊 我弟弟叫王大齊 至平 沒有 下面沒有男孩子 女孩子都不准拍你 騎士 心裡騎士 所以 我父母父親指示 多兩年的思索 大概他們那個時候 就把那個數字 就把這個數啊 造成這個部分 他期待的是 希望小孩子在 人和特質上 希望有這樣 古時候的 期待一個人的 從一出生意識到最後 進入社會 也會把它帶進去 那 當然讀了以後才知道 比較這類 所以他是 教我們去讀這些 當然多數都是被被 被讀 不是最好 圓的同學 從後面指張一直被讀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 他如私圓 真的很會被 但他卻教我們做人道 讓我們看到他自己 實際對待所說 所以我仍然記得 他幾乎每半年都會 到我家裡去訪問 我還記得我媽媽 切那個西瓜 不是切一塊塊 而是切一片片 然後他跟我爸爸 兩個人就在啃西瓜 真的要啃西瓜 那個西瓜汁還留在地上 那我們小孩還在忙 就是站著 站著看爸爸媽媽 跟老師在那邊聊天 那時候規矩就說 我還很清楚知道 那個西瓜 你可能做了一下 所以我就知道 他就感覺到 那個西瓜是 他在啃西瓜 之後就流下來 那像這類就是 我一直在台北教育大學 我也跟學生 像大老師的 強調的時候 你的關懷 不是在課堂上 你的關懷 你的關懷 實際上真的會 小孩子眼睛看了 就像一個照片機一樣 他就會照在他們的記憶裡面 他們會知道 哪一個老師真正的關心他 這個就是我鼓勵我們 你會影響一個小孩子的生命 那這位老師 他確實影響我 看到了出來 原來我很有希望 原來我家庭的再貧窮 也沒有關係 有這位老師 他很窮 他還在支持我們 這個小孩子 所以後來的時候 他持續就吊銷 他又一點點輸 他又後來到了 裕拉上持續工作 因為血水會高一點 等等 所以我講 最後他決問 最後他決定還是要決問 大概四十幾歲 我還記得這個 這位老師的人格特色 他結婚的時候就有受傷 他竟然做到 我現在做不到的事情 他結婚的時候 就是一個公寓三十幾歲 三十幾歲 當時我還記得 媽媽就好像 冒了一個紅包還什麼 送回去 他就牽納在他的 結婚的心去看 哇有人請 買一個電扇 他們是誰 什麼什麼 三個房間 他自己跟師母住一間 另外兩間 我一看 每一間都有 一個雙人床的上下床 每一間都有雙人床的上床 他說是做什麼 他說在那時候 他已經在裕拉上 上班 來教國文 他說 很多中南部來的這些年輕人 他都是晚上上去跟他上去夜間 白天在外面工作 可是呢 他很希望 他希望這些人 這些很優秀的年輕人 他希望能夠繼續練習 讀專科跟大學 能夠讀夜間 這樣的話他的定位會提升 可是他每天工作 晚上沒辦法 他說 兩間信法 提供給你 至少四還是六還是八個 學生 因為學生是晚上上去上課 白天上班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來睡一下 所以就讓這些學生 在這樣的情況 支持這些學生 所以我每一次過年 我就是帶點禮物 我帶著一個水果的禮盒 去看我老師的時候 前年的時候要來給我 因為 綠大商 他們這些都已經做了 我看都是當經理的 什麼 在我前面 我在後面 安定名啊 蔡老師 我還在後面 就可見他影響了多少人的生命 他就是在任何一個階段 他都知道說 民進人需要服飾 他需要努力 我可以做什麼 其實他那時候 胃已經割掉了三個角 所以他不想結婚 可能在那個時候 胃割掉了三個角 他會感覺 可能跟生沒什麼希望 就不想拖累另外一個人 可是他最後就覺得 他還是持續做這件 好 這是一個小學老師 他對我的一個生命 不管再想清楚的時候 他始終會想到的是學生 想到的是女性 他不會想到繼續拿錢 再去做別的 吃喝再做 這是一個 讓我看到 原來老師 他真的是可以感悟的問題 好 接下來 所以這個是老師沒有偏見的話 他教我的一次校生分 後面是這樣 吃苦才能感悟 這也是他一直有提醒我的 但是我也感覺 也曾經思考過說 一個老師 小廢老師 所帶給你的東西 因為我讀四書 他是不是會對我的 人生的思維上 也會受盡現實 因為過去是屬於做人的道理 在做事情的時候 我也曾經思維思考過 我跟他意見有時候不一樣 那看法不同的時候 要不要 是因為他是我的老師 社會中 不提 還是我要跟他討論 等等 像這些 後來也是會再度 後來也會再想一段 當然我跟大學老師 等一下就跟各位說一下 他這個發展的脈絡 就是1994 我從美國回來之後 第二年就開始去柬埔寨的內戰 當結束 第一年 是1993年結束 1994年 我的大學老師 帶著我從柬埔寨 菲律賓 開始去理解 然後再進入到2009的時候 我認為這是很容易的工作的時候 我有時候再需要開 非製造的課程 但是開理學 其實就這樣 一我不成熟 第二個是 沒有實際這種體驗的活動 配搭 接下來就跟我們大陸的 廣州全程大學合作 那這個也是 我建議跟我們不大學生 在幹 做會成為福利異的民選 然後做這些 教育方案的合作 最後就是想到說 在我們這邊 為了2018的 心理助理的育文 這個科目開始要學習 那我們到裡面 那我們過去的東西 可以做什麼 所以開始跟教育 開始合作 培訓新助理媽媽們 能夠成為 兩年之後的 小學更多重的 新助理育文的老師 我們叫做教學志願人 不能成為正式的教師 教學志願人 我們就開始 教學志願人 培訓的教材 還有影片 或者是 共產黨的 都在做 在2012年開始 就是我們把這樣的構想 就希望把這個構想 能夠推展出去 可是政府的部門 基本上 不能夠允許說 老師學生家裡 到國外學 不能夠提供這些經費 沒有辦法那怎麼辦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想說 有這些構成 羅太剛好 想做一些 跟新助理有關系的 工作 服務的工作 剛好 就由羅太的科長 來過通 過通了幾次 看看說 你練合不合 對不對 也是要看一下 其實 真心在這個事情 後來就開始 開始 或者我等一下再說明 這個社會企業 事實上非常重要 我也感覺 確實是幫政府做了很多 前老青的一些活動的計劃 最後就是2016的 東西的人力教育組織 因為已經做完 但是我們感覺很重要 可是 在學校裡面當中 沒有這個組織 我們就說 學校裡面當中 有所謂的組織 教育處 什麼什麼 你沒有這個單位 你怎麼能夠 我們去做事情 那怎麼辦 我還是要想去學 所以一直在心上 提到說 我們想設立的中心 想要怎麼設一所學者 我們一起來做 但是有一半人說 有沒有起來 有沒有起來 我們做 這種事情是 本來其實沒有錢 你還是要做 有錢辦法做更多 最後等你的時候 很小 我們就設立一個 本來要在心上設立 但是一直順利 就這樣做 來設立一個 但是想說 好 找一間兩平台 然後其他一次要負責 所以先用了幾包 慢慢在那裡 值得做的事情 不限制 做不下來 收攤 對不對 但是能做得好 就做 今天看到的 是上次可以 所以我們在第一次 像國泰慈善基金 2012年 開始之前的時候 我講一下就是 國泰說 怎麼可能 我們的國中小老師 你說這種 他帶著學生 跟著他的學生 親父母媽媽一起到 他的出生的家鄉 去體驗這個生活 而且住在媽媽家 而且可能 媽媽家裡的東西 沒有那個馬桶 那種生活 小學老師願意嗎 而且是小學老師 他自己出錢 他願意嗎 很好 我告訴你 我就說 試試看 不要不要讓我們試試看 所以 那時候我就找了一些 一些學生 或者其他人 我們要不要去 但要去的話 我們一個人飛機票 一萬六 那時候我們要負擔 媽媽的 還是孩子的飛機票 這樣子 把我們四五個人 分擔下來看 多可能一萬塊 所以我就說 沒問題啊 因為從來沒有人能夠 讓我去帶到 去在東南亞的旅館之外的生活 那值得啊 除了這些錢 我們大家一直分擔 一直要分擔 我們去 去我完了之後 我們在跟國泰資產進行 說你看 小學老師 不是都還錢嗎 他們也不是說 你沒有空了 你願意投入這個世界 這我們這個國泰學生 好像可惜 後來才持續的合作 再跟各位的報告 那這些的話 都是政府不會指使的 也沒有辦法指使 但是教育部紀念 開始做 做這個什麼的 回到什麼外國家 或之類的 那基本上就是 我們五胎資產進行 會過去四五年的 這個合作的經驗 再提出來紀律告 又是現在當局這 紀念就提出了 有些機會可以允許 媽媽小孩子出國 這個肺炎 所以就是 有意義的事情 我們民間 我們去做 做了之後 政府的 政策 或人的眼睛就開了 我們是可以做這個 只要有意義的做 但是最後沒有 我們還是做什麼 明天再做 但是有意義的說 政府一起來做之後 就合在一起 我們希望教練的時候 我們再跟國泰 合作 其他的企業進來 我們再把國泰 東南亞的企業 再帶進來 好 那我們也希望說 教練再看一看 其他的國籍 不斷的兩年 就不斷的換新的 總是 看到我們 台灣的年輕人 看到我們 東南亞的 帶他一起工作 好 好 立正有時間不在 這次各位很大的影響 就是第一次去的時候 神父們 下面的是一隻白鴛子 帶著我們的 遣祖教 耶穌國的神父 也希望用這個 白色的和平的 安詳的 來安慰的這位 不知道是戰爭 還是戰爭的餘裏 造成他 玩意都不能動 只剩下眼睛可以動 我大概也不能動 當時我去看的時候 其實柬埔寨人 他們的家人 都是比較褐色 可是他卻是白鴛子 因為他經常都是在家裡 下個表態 偶爾才 讓他搬出來 下個表 可是我在看他的時候 確實滿臉的超鴛 這邊看不出來 那我們在旁邊就這樣 趕一下 要照相了 趕一下 可是那個超鴛 它並不是 我們台灣的 現在有一次 一趕一下 跑了大概 三十秒之後 它不是 在那邊的超鴛 是六大 你一揮 因為他就這樣 跑一下 差不多二十公分 馬上 又回來了 十幾次 但我看了以後 我實在不忍心 我就跑 我看了以後 照一下我就感覺 我就跑到旁邊 他們的道具 跑回去 舒緩一下 我感覺 這是 比較殘忍的 是 沒有看到那麼悲慘的一個人 在裡面 如果是我自己 一定很難過 一定很難過 但他都不能講 對 但他還用你 眼神猛 這樣 有人帶他出來三點 讓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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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那個是 剛內戰結束 可是就講到這個內戰的時候 當然羅神不帶我出去 我也不知道那個危險性 其實是真的危險 因為我雖然是要內戰鋼鐵樹 可是我們去的時候 是住在基因邊 去的時候 基因邊的機場 也只有 這麼大的房子而已 拿一個桌子 然後你進來之後 不照拿出來 你付上二十塊美鈴 這麼大的現金 那抽掉了 可以拿這樣子 蓋一個 建物在那邊 五點的那個房子 當作是你的那個 簽證 就這樣 就這樣 就這樣是一個房子 兩層樓 就這樣怎麼打 就是機場的大電影 一出去之後 就一直牛往外面 就出去 五公尺就是個牛 打在那邊 你還繞一下子出去 旁邊還有幾條豬 然後你走出去之後 坐車子的那條馬路 大概 柏油路 大概差不多十公里 就是全建物在 唯一的柏油路 但最主要是 我們住在是一個 叫 Vocational School 就是職業學校 專門為 戰進當中 失去雙腿雙腳的年輕人 給他職業訓練 職業訓練 職業訓練什麼呢 讓他們去做輪椅 去做拐杖 讓他們去自我求生 輪椅很多種 有的是職業訓練 有的是職業訓練 有的是拿在那邊 整個人不能動 但是職業訓練 他可以想躺 然後再來 然後輪椅 而且輪椅可以到菜場去買東西 甚至輪椅可以 邁過那個門檻 怎麼高門檻 他也夠設計 然後他在做 他就是把這些 年輕人斷腿的可能軍人 或者是農人等等 就幫助他們的訓練 然後去學會這個技巧 所以腳踏車 但是晚上的時候睡覺 真的是 文章 還是好 我不太用文章 好 不是 文章的外面 至少爬了二十幾隻 就閉嘴了 晚上的時候就說 噗 聽起來 噗噗噗噗 好 比較像是我當天的時候 五銀擊槍的老鼠 就是像那個 Heb16的 噗噗噗噗噗 就像那個 這種連環的 無敵器槍的 做成 然後 蹦 火光 我站在那邊看 早上起來就是一個媽媽的 哪一天的時候 雖然內戰結束了 但是還是有五槍站 出來的時候 晚上的時候趕快去 可能天理去摘一點菜 就 我炸死了 那種害怕的 趕快早上起來的時候 他使用會變的 NGO組織 帶著我們坐車子 然後 坐車子 走在路上的時候 突然卡 就被前面有一個 穿黃色軍服的 欄杆 那個主板穿槍 主板穿了兩隻樓 給你 看一下 哇 嚇死你 就是哪個槍啊 黃色軍服 不要走 神父 給他錢 錢了又走 走了差不多五十公尺 又有一個穿著黑色軍服 也是一樣 卡 再過去 穿綠色軍服 好幾個別人 那時候的派系 雖然也挺我 但是派系 就是靠著把錢 在那邊 一直很害怕 拿個AKS的簽 穿著不同的軍服 沒辦法簽住 那是一個非常緊張的 但是在那邊就是看到很多的 NGO組織在那邊 想著要去幫助這些人 看到以前的豪華的住在別墅區 很多的平民都住在那裡 幾家擠在那裡 把NGO也是跟那家擠在那裡 用簡單的 然後像是傳證機 在傳說 現在的那些情況 那是 感受到說 很多的耐力開始 有入到今天 所以這個就是讓我去思考到 這個問題 欸 這個地方 人 它是一個戰爭的 來看我們有一個 叫斷頭的那個醫院 專門醫治斷頭 因為立美的醫院 然後我可以看到 今天斷頭的年輕人 她的太太小孩子都 她沒辦法照顧她 太太小孩子 可是她的面目的表情 絕對沒有效果現在還能夠做 非常樂觀 這個妹妹不是 是不是我意思 是利亞 雖然生活很苦 可是 她是樂觀 怎麼可能 這會讓我 永遠是 不是做一個人 小孩子也是一樣 小孩子都 沒有錢買鞋子 他們都是把那個寶特瓶 拆電 然後用那個駝布 纏著寶特瓶的瓶頭 綁在自己的腳上 變成 是脫型一樣 下面 拿著那個 駝駝駝駝駝駝 做的門豆瓶 到學校我們前面來探 這跟我想說很想 我想說很想 就是帶著那個辣椒的駝駝駝駝 到學校圈外 過了賺錢 感覺就是小孩子 不會感到苦 大人也不會感到苦 這是一個 怎麼會 台灣的錢那麼多 但是 我自己看看鏡子 我都沒有像她那樣的樂觀 為什麼 我就想想 我就想想 後來第二年 有時候這樣 再帶我去 我說 好 就在出發前 好像 很標準 為什麼 因為那個 locational school 裡面當中 有另外一個外國的聖父 跟工作人員 晚上的時候 突然被這些斷腿的 那個 受訓的典型人 晚上拿刀子來搶他的錢 所以把那個錢拿出來 因為他們很群 他不想要再訓練拜年 或一年之後再給工作 他現在就要想 先拿刀子 架在那個工作人員的圖子 另外一個人 拿一個是拿刀子 一個是 手油彈 那個神父當中 他做的好考驗相學 但是沒有 沒有 沒有結果 手油彈沒有放發 但是刀子卻在那個 劫不在的工作人員上 畫了大部分 他就死 神父沒有死 他就在那裡 他說 太危險了 不能去 所以第二年 當然這個對我來講 也是 對神父來講 誰知道 誰會知道 我們在協助的這群人 他會 寄於我們工作的一些經費 但是 接續我們還是會 再繼續 這是一個就是 你會感受到 那是跟台灣很不一樣的 那你要用什麼方式來看待 他是一個 啊 那就是很落後 他就是一個貪污 所以我還管他幹什麼 自己都站不起來 我們還要去幫他嗎 還是說 他站不起來是因為 問題現在站得比較好 是因為你比他文幹 聰明嗎 還是因為 這個社會裡面當中 可能是這個戰爭 或這個結構 那我面對這個問題說 你要怎麼來 那這是一個 這個 一直讓我們再去思考 好 這個當然後來我就帶我的學生 當時還是工會生 當時 我師 師 師範的工會生 一起到 菲律賓的拿花筒 因為我感覺說 只有我去 但我希望帶你學生去 所以我跟那個師父講說 在菲律賓的拿花筒那邊 是不是也可以介紹我帶的學生去一下 他一直跟帶你學生去 以前的潘燒 那都是叫 換燈店 真的不知道怎麼去找換 所以 這些學生都後來大王老師 那這些都是大王老師 我還記得有一個金寶生 他在飛機上就說 唉唷 我都不知道 原來菲律賓那麼久 但是那麼久 他們的幼稚園老師 都可以在地上去剪那個瓶蓋 剪那個塑膠臉 拿來裝飾 變成他幼稚園裡面的教具 自己拿那個貨物來 營成一個像一個炭燈車子一樣 然後很多都是用它的皮蓋把它打拼 然後做出一些教訓 因為這麼窮一個地方 老師都可以想到各種房子 像是一個工序 那我跟在台灣 這麼久 我為了更想更多 我真的很幸福 回家以後 我要謝謝 像這些就是 公費生的 去積貴到的這些 那當然 可能是會下的天氣做光的 但是我相信那個種子是 是灑在心裡的 不知道哪一天它很重 對不對 就是復活 說不定哪一天的時候 它就不變成像我們一樣 或者像我們 像我們小熊的樣子 它會影響很多的生命 這個就是不改 好 再 這個就是在後來到 堅埔在第二年 第三年 比賽區的時候 那邊就有一個據點 專門跟當地的教會合作 就是跟當地的大學生 那個就是小娟 她會帶領的台灣的學生 後來加入大陸的學生 目的是說 為了讓大陸的學生 台灣在做人和人相處 這個教育功課 我們希望大陸的學生 也能夠開過他們的理性 不是只有 重視理事形態 也不是只有經濟的發展 這些年輕人 有一天他們十年 二十年的時候 他可以成為大陸的經營的時候 他也能夠把這種 等他人相處之間的這種價值 撒在他心裡的時候 有一天他也是會開花的 所以 小熊也是帶給我一個 學生 那我是第一次感受到 我後面的紅旗子 那個就是 異壘 已經被偵測出來 在那邊就是畫一個 一公尺見方的竹子 把他位置 等著掃回部隊 再去把他 挖掉 前面是已經都掃過 繩子 竹繩都已經位置 沒問題 後面呢 但是我從來沒看過 這麼近的一個店 所以我在那邊照的時候 我知道已經 所以我學弟在給我照的時候 我還是不適合 我看 我感覺說 還會爆炸 那是一個你從來沒有去經歷的 就是去經歷說 其實他們每天的生活都是這樣 每天過的生活都是經過那個 法路上 蜥蜜為差 但說不定他走一天 人就死了 就是那樣不值錢 那因此接下來 我們面對我們的兄弟們的時候 我們每天看的時候 我要怎麼去看 我想這個是蠻值得我去思考 也叫我 去學習 所以我面對這個效果 好 所以我認為 當然我們的家長也經常都會問 其實我第一次帶學生去匯域病的時候 我記得當時我寫過我們 我們的校長 還說 他們是工會生 他去國外幹嘛 他先去那個疲民區 所以當時我記得是要批的時候 學生的安全 自負 或怎麼辦 我可能說 你們的父母親再簽一個條 之後 小孩子安全是你們的父母親 我只能冒險 可是就 還好到目前為止 沒有問題 對不對 我以前去的時候也都吃虧病 真的真的 也都沒事啊 不吃也沒事啊 像這些人的話 你父母親也會說 你都是鼓勵 我小孩子要到 那這些東南國家去做一個體驗 看出事 會不會危險 會不會危險 會不會有 就在北市 你洗澡 你會摔倒 你 走車子 你會出車禍 也都有可能性啊 那你說 是不是有 一定有可能性啊 我只能說 對不對 真的如果有問題的時候 我做老師都要有道理責任 可是我認為 有道理責任說 我背後就是 我希望學生的 事有開口 能夠成長 值不值得 值得就要去做 最後我 有一次帶學生去菲律賓 接著電話 然後下來 他就說 你下次再去 你看 我要照顧 剛出生的幾個月下來 你下次再去 這我給你一個問題 再來是一點點 這我還是要去 這我還是要去 那這不是上癮的問題 那是 什麼是 你認為值得做的 你看看年輕人 你不要值得做的 好 但是我們去 接著我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帶著錢過去 其實你帶那邊去帶著錢 我們帶了 好像 30塊美金 就是那邊老師的 大概 一個月到兩個月的薪水 但是不是帶錢過去 帶錢過去就是施捨 對不對 我們是什麼呢 在這邊就是 讓小孩子 在紀念區的時候說 小朋友 你注意一下 你現在每一個人要負責 去照顧科書 書做什麼 用來保護我的環境 你要學會照顧這個書 你照顧好了 第二年我來了 活下來了 你就會得到獎金 所以你得到這筆錢 不是我施捨你很可憐 是因為你努力的去照顧 我們今天不在的環境 所以我們才能達到獎金 所以他感覺很榮耀 他自己努力完成 這個是我們期待的 再去做的 小朋友不在那邊 當然如果真的是個小孩子 不知道怎麼辦 重死了怎麼辦 柯恩老師可以幫忙一下 再另外再重以柯想 不要讓他太傷心 因為畢竟他是家庭還是需要幫 因為很多是艾滋病 或者是眼睫的蝦 或者是不能工作 或者是腿斷掉了 媽媽是手上抱吻 還是兩歲的小孩 腿就斷掉了 怎麼辦 可能他還是要工作 他真的是拿著兩個磚塊 真的是走出去採那個蔬菜 真的是拿著 腿真的斷掉了 就這樣走 走在地上 把兩個手拿著磚塊 當作自己的腳 就這樣子 甚至前面都真的 腹部都抱著這個小孩子 去到野地 到後面他的後院去採那個蔬菜 對不對 他家裡真的是想到那裡 只有一個破的布袋 布袋裡面只有大概一把 這樣沒有 好 好 這就是 在那個社會裡面 當然這裡還講一個故事 就是 我們去以後 拉里跟台灣人來 請特別注意 我是注意什麼 這邊是小學啊 好長 我說錯了 為什麼很好啊 可是很注意 剛剛下過雨 所以現在 有草的地方 你不要 爬過去 為什麼 有沒有有蛇 不是 只有走過人的地方 沒有草完 沒有地雷 因為下過雨的時候 我們打雨季 大概是 雨季的時候 地下的地雷啊 三十幾種 它會 隨著那個 鬆軟的土會 飄的 飄到哪裡去啊 等一下下完雨的時候 所以慢慢草地上去 所以不要屬於在 操場的草地裡拼走 沒有草的地方 你才可以走 像一下 可是那個老師 真的假的 他的廚房子 就是幾根木材 把它拼成一個床 他的廚房就是 三個磚頭 跟石頭 墊起來 上面一個小鍋 那個鍋 就是凹 他廚房的主家 就是半天大的 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說老師在哪裡啊 老師剛才可以去河邊 抓雨到市場去賣 為什麼 我們有政府給的錢 跟我們共產 對我說 政府便利 15塊 我們便利30塊 你不要去賣菜 你照顧我們學生 讓學生不要整理 都在操場 你好好照顧學生 你把這些學生 照顧 讓他們在相處的地方 能夠 因為教育而在此 自己幫助自己 這是我們在這裡做的 謝謝 謝謝 這個 這個羅生斯的話 就是最右邊的第二位 這個是我們坐在那邊的 小小 可以幫我 小小 小小 好 這個就是 地雷的醫院 你看看這個人 對不對 他的那個 左腿 碎掉 炸是碎掉 柬埔寨的那個地雷 厲害的地方是 他不是把你殺死 他是 彈起來以後 他只到你的大腿部分爆炸 不會傷到你的心臟 所以 一個人他只會把腿 弄斷 因為你一個人受傷的時候 需要大概四到六個人去照顧他 你的戰力就損失 對不對 如果把你殺死的話 就一個人的戰力 合理 手上你的戰力就是 不把你殺死 所以現在很多的地雷在那裡 還是會出來了 但是 你看看 對不對 他的臉 跟我的臉 這個比較強 是要 要做什麼 好 好 這個就是印尼的社會 好 好 那當然這邊 也會做一個比較 就是 社會的討論 等等 但是讓我們去思考 多年 台灣畢竟想要認識 在遠方多美 可是我們卻很少 理解 今天東南亞的社會不好 事實上有非常多的 像一次 李師求諸也的這種感受 真的很多 傳統豪貴的人 派人士 等等 的 尊惠的道德 是在東南亞的這些社會裡 很流行 這些都是這種事 我相信我們剛才有兩位 新著名的二代 他的媽媽的教導 很多是我們台灣在四十年前所 有的存在 現在都消失了 好我舉個例子 有一個小舅老師跟我講說 他的學生的家長是越南媽媽 有一次他到台灣的家庭 媽媽家裡去的時候 我正在聊天 突然這個台灣花生 他自己放學了 所以他哥哥 一進門之後就說 哎呀媽媽好熱好熱 你要不要那個什麼 可樂還是什麼汽水 媽媽說他在冰箱裡趕快去喝 他用那個果汁這樣 之類的 奔目打開 他就給我 對 他還好束縛 然後就自己到房間去 媽媽公關 他這個院的媽媽就會說 請問一下親媽媽 你們小孩子 你基本都不會 跟這個鄰居打聲招呼 跟他們說 你媽媽你好 或者是秀緣媽媽好 會不會 哎呀 這個小孩子 你們的 或者我們院的小孩子 你基本說 先從長輩 年紀大小 一分先從 可以跟我們 後女 幸福 二舅 阿姨 哥哥 吃飯的時候也是一樣 不吃飯了 他就說 這個肉要不要吃 我來吃 從長輩 爸爸 媽媽吃飯了 鬼哥吃飯了 所以我跟了我一個學生 是 爸爸媽媽都是越南 到台灣來 然後出來試試想 在很久年前是 我跟他一起回到本院 會亮相他的家 一桌十二個人 他說我吃飯 他最小的 講了十一個 是一桌 老師你也請 我吃飯 敬酒 一邊一個敬酒 當然還有很多就是 墳墓上面都是用漢字寫 祭司的時候都是一樣 酒 過 苦幹 那個 銀紙 但是銀紙是原的 很像中國大波的電影名字 就是 不是放的 不是黃 是白色的 燒了一半的時候 在那就 學了一下 一模一樣 但只是他們看不懂漢字寫 可惜 好 像這類的那種 傳統文化 代表是意涵的話 就是這些 好 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學生也是一樣 沒有穿鞋子 對不對 用塑膠袋 當作是書包的 等等 很燦爛的笑容 是感覺 好 所以他們見不在人就是這樣 對 終日死了 看到人就是 打招呼 這種經理 當然我們也請進 也毆毆這個笑話 就是我們 比較傾向 因為終日死了 還是鞠躬 但他們有人說是 不需要鞠躬 因為本身 就是一個 這種鎮精 像這些就是一個 文化結束的時候 學習 怎麼樣 多把自己的這種 價值觀 放在他們身上 等等這些 用細微的部分 就是我們一般所謂的 non-verbal 這種 interaction 這個部分是 我們在台灣還是需要學習的 平常我們只認為說 在東南亞 只要學他的語言 但事實上 應該是學習他的 文化 或者語言當中 所代表的文化底下 或者文化裡面當中 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用 適當的語言來代表 等等這些是 我們後續研究不算做的 好 那 跟夫人大學的合作 我想 幸姐在這邊 她應該很熟悉 就是 用再去做 教育方案 小圈 小圈要不要講一下 小圈要不要講一下 小圈 我們去了後幾年 小圈 大學 社工系畢業 然後最後就念了社工所 然後 在大學畢業的時候 很榮幸 就是可以到工讀生 那 在工讀的過程之中呢 然後就 慢慢接觸到 國際科班學系這一塊 那一開始讓我覺得 很有趣的是說 因為我們的教育方案 是跟大陸的學生一起合作 所以 其實在教案準備的部分 是用視訊的方式 是用視訊的方式來進行 然後 從那個視訊的過程當中 我就會看到 台灣學生跟大陸學生的差異 就會發現 他們 很有想法 然後 也很積極 比台灣學生積極很多 然後又覺得 自己好像 還可以再努力一些 然後 也就會讓我覺得 這個方案 很有意思 就是可以有一些 跨文化交流跟合作的過程 那 在 結合在方案跟菲律賓方案 其實都是一個短期的教育方案 就是在寒暑假的時候 帶我們社會系跟社工系的學生 到 就是到結合在的偏鄉 跟菲律賓的平民區 做 大概兩週到三週的 英語教育方案 那 其實 比較 比較重要的是說 我們強調的不是去當地服務 也就是說 不是我們是一個受益者 然後他們就是一個接受我們服務的人 而是說 我們怎麼樣跟當地的人一起合作 然後怎麼樣跟他們成為朋友 然後是一個平等對待的關係 然後 就是 因為我們到菲律賓或是節目在都會跟當地的人有很多的接觸 比如說到菲律賓就是住到當地的人的家庭 然後就會了解說 他們一天的作息是什麼 比如說他們都是洗冷睡澡的 然後 當然我們去第一天是沒有辦法接受 這麼冷這麼洗 然後 但是到了慢慢 到了一週之後 我就會覺得 喔原來這樣子也是可以過 然後 最讓我 應該說最讓我很驚訝的是說 他們 他們 是早上出門洗澡 那我們台灣應該都是晚上才洗澡 然後他們早上出門洗澡 那些幼稚園的小朋友他們 有一些早上洗完澡 然後就直接來上學 然後 頭髮都還在滴水 因為他們 當地沒有在用吹風機的東西 因為實在太浪費電了 所以都是讓他自然乾淡的 然後我覺得就是有 因為這樣然後就有很多 跨文化體驗的機會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很不一樣的體驗 就是其實在台灣 不太有這些機會 來體驗這些事情 然後 當然也是從這些家人 或者是學生的身上 就是看到他們雖然這麼的貧窮 可是他們還是過得很快樂 然後很願意分享 就是把家裡最好的東西 都準備給你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柬埔寨方漢的話 這可以是播個影片 就是我們在柬埔寨 除了就是讓大批的小學 或教學之外 還會有一個 這是教學的影片 所以我們是行遷的時候 跟大陸大班大學學生 一起設計教案 然後到了當地 就是在跟當地的大學生合作 然後就過來一個班上 做教學 然後就過來一個班上 做教學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其實他們的教學的環境真的很糟 就是他們其實都沒有 他們教室也是沒有電燈的 然後窗戶當然是沒有紗窗 然後你看那個地板都是 就是可能走路梯道會跌到那一種 然後他們每天上課沒有燈就是靠外面的光 這樣照進來就上課 然後如果天氣不好的話他們就沒有拿上課 因為沒有人看得到白板 然後就是他們合作的方式就是 一個台灣或是大陸選生搭配當地的大學生 來一起做教學 因為結果在當地他們英文其實不太通 然後都需要一個當地的小夥伴 來幫我們做翻譯這樣子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在教育班結束之後 也會有一個討論的討論 這是檢文在的小夥伴的 參加他們的心得 我們在這個項目中很開心 我們希望我們會有時間 一起見到一天 只在家裡 但這只是小事 但我們有希望 所以我們會很興奮 非常開心 no all of you and we can learn a lot from the project 啊 請多多多幾個學生 請多多幾個學生 請多多幾個學生 我當地的小夥伴 就是在研討會的時候 就是說他跟台灣的學生 跟大陸的學生合作的部分當中 他得到一些什麼 然後 我覺得是還 其實這個研討會還蠻有趣的 就是被一個國家的學生 就是提出來他們在 當地教學過程中看到了什麼 學到什麼 然後就在研討會上面做分享 再一下 然後菲律賓方案的話 我想說因為 淨潔在這裡 因為他今年是第一次帶這個方案 那我是前一任的秘書 我想說是不是也可以順便介紹一下靖傑 然後他現在是念福大社工所 他是我的學弟 然後他是今年寒假才剛從菲律賓回來 那我想說也讓他介紹一下菲律賓方案 然後菲律賓方案的話 我們今年有加入 之前的話就是 福大學生加上廣州中山大學學生 然後今年 我們有加上 國北教的同學 所以我們總共有三校學生 一起合作 然後剛剛小編也有提到 就是我們是透過試片的方式 然後一次來討論教案 而今年我們教案比較偏向於 我們想要 因為我們既然叫做 就是想要化文化 所以我們有把一些 我們中華民族的一些元素 有加進去 像是 寫書法 或者是 演過年的一些故事 因為我們剛好 其實寒假的時候去 其實是我們 農曆新年級的書 我們出發了 所以我們就 藉這個機會讓他們了解一下說 我們這邊傳統的文化 有哪些 然後在那邊的話 我覺得最深的學習 其實就真的是 我們跟當地 當地的 當地的居民 然後我們 然後我們 都是用 就住在家裡面的那種 形式 每個人都有 會不會分配到 去住 某一個 某一個 就這個 非理組織合作的 家人裡面 我們 而每一個家的 經濟狀況也都不一樣 有一些家 可能你睡的地方 都是非常小 那我就講我自己的例子好了 因為我剛好 因為他有可能 有性別 這樣分配 然後我就是自己一個人住在某一個家 然後我覺得我印象很深 那是 我到那邊 他們很長 就是其實 家裡面就是很小 也很暗 但是他們是 會把位置讓得不錯 其實你會覺得不好意思 但是他們 就是 就是用這種代歌方式 其實讓我想到 然後 常常人家都會說 台灣 台灣人很好客 台灣人很 很 很親切待人 但是我覺得 我到那邊 我真的感覺到 是他們 對於給予跟 給 代課的方式 其實更是不一樣 我覺得這是 對我來說 一個很不一樣的體會 然後剛剛小便有提到說 關於 他們都會把自己最好的東西 給出去 我覺得這是 這是我也是這一次 真正感受到 嗯 因為我 本身是基督徒 我在教會 我們一直在學是說 我們要給予 給予 但其實我之前都會想說 嗯 給予其實就是 把自己多的東西給出去 但是在那邊 我真的發現 他們的給是 即使 我真的那麼不足夠 但是我還是把最好的東西給你 讓你真的能夠感受到 就是一種很有別於 就不一樣的愛 就是 如果說今天有客人來到 就是我們 還有以台灣為例 我們可能就是真的會 跟 就很客氣的對待他們 會用一種 其實這個 雖然這種客氣 跟這種代課方式 其實好 但是其實 這是會有一點距離 因為你們知道 他們是客人 但是我在那邊 我覺得感覺到是 我是真的是他們的 嗯 就是可能算是兩周 但是真的是他們的一個家人 他們也會 我們分享 他們那邊的經歷 也會跟我講到 關於他們家自己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是感覺到 非常重 而且是真的 感覺到悲哀 然後 同學方面 嗯 我覺得也是 會感受到 兩岸的學生 很不一樣的 一些差異 雖然說 我們 我們會覺得說 大陸的同學 可能會比較積極 比較具有主動性 可是其實 換個方面來想 其實有時候 會變成 其實就是比較 比較自我 比較 他們比較沒有這種 學習跟人 互動 學習怎麼樣跟人家一起 合作的經驗 台灣的學生 雖然比較不會表達 但是其實我們 對於團隊的學習 其實 我們是會 會跟他們 比起來 其實我們有更大的 一種包容性的彈性 但我覺得也是在這個過程 就是 預備這個教育方案的過程當中 也剛好讓兩邊的學生 可以互相學習 彼此不足的地方 是 我在補充一下幾點 剛才說 我很高興 就 有兩位年輕人 實際上 真的實在過年期間 過去 那之前的 準備的工作 也是很辛苦 也都是 就是 利用禮拜六晚上 禮拜六整天 在做 這個 教育方案的 這些準備工作 還有用視訊的方式 跟大陸的同學 有時候跟 健康家 或菲律賓 是方面的一個工作 我認為這就是一個 年輕人 願意去做 這樣的事情 其實很重要 剛才 靜姐有提到一點 我想 也是 補充的就是 台灣的社會 基本上是 發展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是比較平穩 但是 菲律賓大陸 柬埔寨 它基本上是 一兩年的變化 就非常快速 所以剛才我們所講的 不要認為 就是現在的 減化 變化太快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 每年去看的時候 每年都不一樣 所以在這個時候 也是值得我們去警醒的 當然我們也說 人的人生 是不是只有 經濟的發展 但是其他的面向 真的是 改變的 第二個就是 我感覺我們這個方案 其中 等它會提到 我們現在動型中心的工作 就是 我們基本上 還是用英文 去跟對方 溝通 所以我現在在 國北教大 中學中心 我期待的是 我們應該是先 學一些他們的語言 才過去 所以我們動型中心 現在有開 印語 越南語 太語 太語是空聲 我們希望是 能夠開這些課程 你起碼先去準備 但是你一定不能夠 跟對方溝通 但是你起碼先學一些 帶有一種誠意 所以起碼 到了柬埔寨 你知道是很重要的 你到了越南的時候 你起碼會心灶 什麼等等 或者感謝 吃飽 就是會用 這個是一個 讓對方感受到說 你願意來我們這個國家 你也願意學問的語言 即使講得不好的時候 會感覺 你很想幫我們當國家人 但如果我們一來的時候 都是講英文 那我們這些國家的人 英文也不太好嘛 對不對 那 基本上 為什麼不寫學 因為反正就是過程不太好的時候 你能夠去不想學 甚至於 可能去像小菸 她見不在於 基本上 很多次她花還記得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 態度 是我們現在 是想說在那部分的時候 鼓勵大家學 所以那個 溫琦跟小菸 他們現在都在學 越南語跟英語 他們的英語已經超過了 但是越南語我們還在量 看誰能夠先考上A級的越南語 那 當然 主要不是說考上 而是說 我們願意用語言的方式 能夠看 其實 下次再別的 所以 如果在座的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時候 我們中心有一些 program 來讓我們介紹一下 可以跟大家一起合作 做不同的嘗試 讓 讓雙方都會感覺到 我們所尊重的情況下 我們在互相學習 好 那其實大家有問題可以提一下 好 那國泰森玉 剛剛就是 黃科長剛才 沒有懷疑說 要是願意成功的 基層的教師 我在這邊說一下 2012年的基層教師 基隆教師自備前往的時候 我們國北教大的 教務處的一位職員 秋月小姐 她聽到一句話 她說很棒啊 她很想去 但是她工作不能 她當時就 她說 我支持一些經驗 我不需要 我們都是老師啊 我們大家自己 就負擔那位媽媽的 小孩子的那個 飛機票 她說 我要表達意見 好意 善意 她就把這些 我們叫什麼 縫離書啊 什麼之類的 買了差不多 兩千塊錢的縫離書 一些禮品 我們就帶去了 因為到越南去以後 非常重視這個禮報 所以到了親戚家 每一個都要送送點 那個是 因為你們去到機場 到他們家裡 多少去買 那是一個 就像越南很重視 長輩的忌日 要比重視 長輩的生日更重要 我們以前不知道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很多是忌日使用紀念 或慶祝的方式 我們的家屬啊 然後都準備一些禮物 到我們那位 求別人想 他就有一個方式 把他的心意蓋回去 我就感覺說 其實我們大家很多時候 都很想去表達 想要處理一記 但是沒有機會 所以這個是 我們可以一起努力的 謝謝 那國泰資產基金會 就開始之後發現 很因為很少有機會 接觸基層教室 接觸之後發現 好像蠻不錯的 那試試看 我們兩個時候 就跟我們國會 開始做了 這五年的這個 新住民之籍之旅的 卓越性的一個計劃 然後這個性的計劃 我們就 就 接續看 如果再說明的話 那當然我們 住在哪裡 第一個當然不是住 五星飯店 這個飯店 是我 自己前往 去過的 大概八年前去的這個 旅館 住在那個 五星景的事情 五點 但是我們去的時候 在旁邊有移居 也可能是在那裡 游泳 我去的地方是 坎特 那裡的地方也是 小朋友鄰居 也是跟我著手 所以下來吧 但是我們就是要去的地方 其實 有點年紀大了 可能也可以下去了 就是說 事實上這個水是黃而已 但是不知道 我真的是 親自是在 坎特那邊看到的是 六七點的時候 黃昏的時候 在台灣也有很多文字 但在那邊是沒有文字 那個水 是黃 但是不髒 我們的淡水河 住一些牆下面 一定是 黑色的 對不對 污泥 家庭的水 是臭的 那這個流速很快的關係 媽媽就在旁邊洗完 所以你也可能在這邊 就是 你不能說我到那邊去 我就是要住一晚 你是兩星三星的 你要住這地方 你就到東京 牛北去 牛北到這邊 你說 那個 越南有沒有古星的 也有嗎 好 我三年 兩年前去 胡志明市的 富美新地區 富美新是 台上 在那邊開發的 非常有錢 我兩年前去的時候 超商 超商品牌賣的小玉石 不知道這麼小 大概一斤 和台幣150塊 還有很多連鎖的這種 漢堡店 台灣都沒看過的 是歐洲 連鎖 台灣沒看過 都在 不至於是 我兩年前去的時候 就在台灣希望旁邊的別墅 大概有差不多 八間到十二間的別墅 大概地面上有 一百二十層左右 那房間有四層 當時是四百萬美金 去年我去的時候 合作以後 八百萬美金 我覺得 我穿新的台上海人 不是 是歐美的四百萬美金 不是 是每月 我穿著拓鞋 在那邊散步 八百萬美金 就是一萬二十層 那時候 那時候 他那邊就是 他那邊就是 早上吃早餐的時候 你才開一個兵衣機車 你才吃早餐 吃一克早餐 兩百五十 三百萬美金 變化就是 不斷地 旁邊馬上 之後結緣就要改成 你就是無法想的 當然提數差距 確實有不大 但是 他確實是 不斷地讓我們比較調整 所以 越南不是這樣 他一直在改變 所以我們不要再過去 前年 有一個異常的看待 這是 好 還要保護安全的保障 當然這個服務主不擔心 然後 我們會睡在 隔壁 就是隔壁 原來是睡在廁所屋內 那廁所確實有馬頭 但是馬頭 是沒有底下的水管 就是 直接掉到隔壁 那邊 不掉 旁邊就是一個 通水 所以咬一下 但是旁邊 各個就是 整個洗衣服的地方 但是很快 水流是非常快 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 我就想到說 要帶學生去做這個 社會科的實驗 就是 什麼時候 在越南 某一個點 像清局 它的河流是由東往西流 到了下午的時候 有河流是 水是流西往河流 主在同一個點 奇怪吧 在台灣真的被看過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社會科的套級 為什麼會這樣 這就是 非常有趣 就是因為 那個 他們的河流也當中的廠場 我身邊廠 對不對 但我們在河子看不到 好 所以我上次 我也是睡在那個媽媽家 是桌子 旁邊就是豬 豬圈 但是不會錯 非常乾淨 因為跟我小時候的 這個 地療 跟我們感覺是不一樣的 這個 溫度不會皺的 他們就洗得很乾淨 那河上的路板 還沒浴室 也沒有衛生紙 所以我上次從越南 特別帶過來兩卷的 越南的衛生紙 好像不一樣的衛生紙 因為 那個 可以來發瘋 發瘋 這些都會有可能 但是 這個外線 不吸引 好 有時候真的拉動的東西 因為食物的關係 只是我們經常不吸引 這個食物而已 但是我也看過 有 在越南那邊 有我們打巡架 也有個性 想要拿著槍 你身體 就是拿椅子 不想摔來摔去摔破 這些也都有 但是 沒有絕對的安全保障 但是你就可以 多去開拓你的世界 原來外面的世界 不是你所欣賞 這是一個 國泰計畫 從2013年開始 就是我們有提示 我們的老師 兩萬塊錢 家長是四萬 現在變成是家長五萬 教師兩人是三萬 我們有很多老師都參與 我們也謝謝國泰計畫 提供這個機會 讓我們把老師去到那邊 真正看到我們的小孩子 他的媽媽的 原生的家庭的環境 這個時候 瞭解他的環境 才能夠知道 小孩子的一個生長環境 我們能夠贏到他的學習 所以我們想要 我是一個去 帶回來非常豐富的 照片、影片、文化、語言的資料 在學校裡面去推展 那這個就是一個 我感覺就是最真實的 然後老師們也會展現一下 所以我認為 國泰也願意協助這方面 是一個比較好 謝謝他們 當然我們希望說 不要是順便旅遊 也不要說旅遊的核心 順便是體驗 我們期待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體驗 所以不要去住旅館 但是有的老師們可能說 啊我希望你住旅館 比如說真的是到外面旅遊 為什麼我回到媽媽家 那你住旅館 那你沒話題 但是不要說 我平常住旅館 然後白天的時候 再到媽媽家 那個時候你會讓我媽媽感受到 對不對 你來幹什麼 所以羅成富 在小店去監護宅的時候 好幾年 腿部的學生 是存著 是要旅遊的心的 所以當時去那個 Syspen是離那個 那個 總和公安近的 所以有學生就說 那我們現在結束了 兩三個禮拜的這個教育方案 我們就直接到武衆部 去逛一下 我跟學生會有製作 不需要 你要去逛逛 你回到台灣 再多朋友去逛 你怎麼去跟這個小孩子講說 拜拜 拜拜 老師要回台灣了 你們繼續在這裡 那老師不會 他去哪裡 我們去很多 很多 經過小孩子 因為去過很多 很多的小孩子 都會去過幾年 很多越南小孩子 都會去過 剛才會長的父母 不然如果你在哪 老師先找我們去 去逛逛 他有什麼感受 那這次說 我就說一個同力 讓對方很快 這個是一個 一個教育很重要 不幸福福密萬有 不是爭培經歷 自益 對的不是 你有這個經歷之後 接著來申請 美國的學校 然後不要去 宿舍 那你不是發大 就有經歷 對的不是 千萬不要這個 這種態度 但是我們真的有需要 我們有見解的方式 所以剛才那個 羅神福其實 他一個做法很好就是 他經常去的時候 他時常看到有個學生 他以前有需要加上床的時候 那他帶來的 比如說雨傘 他不會直接給你去 他只會說 等你走的時候 哎呀 帶雨傘沒有什麼用嗎 但是我現在 帶了很多的禮物 裝不下了 那這個雨傘 可以幫我處理一下 他用自己的方式 去感受到 是不是一個失神 很重要 那現在我們的老師 家長也附一片來 寫紀念婚許節目 我們也在去 希望能夠去思考說 我們的這個 之前的時候 怎麼樣能夠 有這個 工作方 讓雙方 夠不夠 了解 我們第一年做的時候 讓老師們 可以吃 吃到很大的哭 我們第一年的時候 還幫老師們去辦 那個 攝影 剪輯的 連續好幾天 我們請專家 導演 導演 我上課 說 老師不太多 太累了 然後再來表現 後來有類似的 也有同樣的類似的 部隊 只要交幾張照片 寫兩張 以前還有這個 但是還是有老師 所以 那我前面比較辛苦 因為我本來最後 我們要寫這個 教案 帶著東西 教案 在課堂上 教小朋友 我教完小朋友 說他寫報告 寫說這個心得 到底有沒有用 那是很辛苦 一直延續到年底的 那 但是五個人 都堅持 這就是教 你要一身做的 一直都會 往事實願意 好 那我是認為 一定要待在東南的家長 但是這個時候 也有一個 因素和影響 因為基本上 越南法律的規定 是不可以住在 越南的民眾家裡 必須要住國 但是呢 我們這個時候就學習 我們到這裡去以後 經常很多的家長 他的親戚還是經常 他可能是 那你就 人脈的時候 就是 只要跟他講一下 然後 弄一下關係 你就可以住 那像這類的話 就是 我們也要了解 經常還有填資料 之類的 像這個 就是讓我們去認識說 那是一個問題 我們還要受不一樣 那你要尊重 但是你也會知道 為了達到我們 如果要體驗 他們的生活 我們可以 讓他去做一些人際關係 讓我們能夠做人家 就是一個 好 那還有一些文章在 我們發表 是希望學生說 你這些信的就不是說 我很高興 我很謝謝 然後就結束了 你學會怎麼去寫一個方法 我這心得的結構性 希望代理著 將來實在 跟想想的研究 是有關聯性的 這個作品也是 我們希望代理出前 能夠收到的 好 那 當然很多的 老師們都抱怨 教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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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的要求 有很多要求 我希望說 這就是小作品 我們認為值得 如果你認同的話 辛苦一次看看 我想不管高委員老師或其他老師 他們去回來 我相信是不錯的 但是加上北京去 他們已經很辛苦 大概不太容易 但是 我想這個 是值得 好 這個是我們在 要 報名的 團隊的 媽媽對夏美姿的時候 我們的 面試的場景 就讓小孩子說 現在我們請越南媽媽 然後就用越南文跟這位小孩子對話 看你的 英文的 越南文的程度 我們本來是用越南文的程度 來做個 筛選 可是後來有時候真的是 家庭的 也當我們先生 或者公佛的影響 造成小孩子 學越南語 不是很好 但是它真的是 我們認為很願意配合 跟帶著家裡去 這個時候 只是做一個行事 這個也是沒有辦法做到 我們是本來是 之前的時候會有國泰 提供月圓的課程 有一年的課程 希望有至少半年課程 半年課程 最後我們再來篩選 可是很多情況不允許 比如說 它真的很好 我們選它 可是它 暑假的時候要上班 不可能請假 那 真的太好去 但是 家裡就是 先生不太支持 學院了 所以他就不會說 那他家庭是很好 或者說 有人想想去 突然像 父親怎麼生病了 就不能照你接待 很多的因素 會造成 這些結果 就是我們 最後的時候 希望鼓勵小孩子說 你看 這次都是因為 你會說越南話 這次都是因為 媽媽 是 是 願意帶著老師 回家鄉 所以你才得到 這個獎金 五萬塊錢 回到越南去 讓小孩子 產生這個榮譽感 是因為 你在繼續的保存 我們傳承這個 越南的越冬文化 是有 這樣的努力 才得到 這個獎金 這個是 我們希望能夠達成 我們會請 國泰人 跟教育局 教育部的人 支持兩位 北方 新北市 比較多大市 說明他們構想 之後 怎麼去 老師怎麼構想 家長怎麼構想 我們再做一個 結合 所以他兩位 我想再一次一條 再做多完整 進行 謝謝 老師 好 當然我們現在很重要 就是現在 有很多 課長 不利 這個 文綺要做完 分享會 好 分享會 你要不要來說一下 這就是去年 2016年 我們五月爭選 然後暑假的時候 就會讓老師跟家長 回去越南或者是印尼 那這一個的話是說 他們回來 暑假不利回來之後呢 我們九月辦一個分享會 這個比較像是去到那邊的見聞 分享會 或是像11月的研討會 蠻有連結 那你就會看到說 當地的老師還有師資生 一起回去越南 然後當地的見聞 那如果說想要分享會的手冊的話 我們都可以跟我們說去 好 我素素講完 就會說這個是研討會 但去年的話就是上午是辦一個 演說論壇 有請到林立禪委員來 他是新住民來的 來臺灣當地 其實在臺灣有很好表現 是立法委員 那右邊的話是老師們去越南 他們回來之後寫教案 然後在課場上面發表實施教案的結果 分享 那他很認真所以得到了第二名這樣子 這位是桃園的越南的新住民 他叫吳玉霞 他是高中畢業 他來臺灣生了第一位小孩子 大概只能不到幾個月 先生就高血壓就過世了 但是東元公司為了照顧他 讓他在公司門地貼一份工作 可是做了十幾年都是大概兩萬六 那我們是感覺他願意去奉獻他的精神 在社區裡去教越南 所以他不斷地去精進他的教材 他甚至於上網到美國去看 越南的教材怎麼去編 那我們感覺說 俄泰特討論的時候 怎麼樣一個有新的 我們越南的新住民 這是一個值得我們去 效法的一個模範 我們是不是幫助他去把這些教材 能夠輸一輸 所以我們三年前就一直很開始 鼓勵他去做編輯 過程很艱辛 但是後來他訓練 再回剛好才聖像 剛好一個月前出了這本書 那我感覺說 這是我們對於在台灣的新住民 他們有很高的學歷 但他很有興趣 自我地學習 他也願意把他時間奉獻 在社區大學跟台灣人的新學院 我認為是值得我們去 讓更多的人知道他的故事 認證的書 但我期待就是等一下 我時間上 不管是每一個人或是新出版 看看我們現在目前做的事情 我們會怎麼來想的時候 如果我們有機會 他就來一起來談一下 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是我們把越南最長的高中生 帶進來 教我們小孩子的越南 但是那個高中是 45%的學生都會上美國長頓等大 應該比我們的建築也不差了 是國際 國際高中 所以非常好 我們中期就有很多 現在開設越南語音的語 我們期待的是 讓學生有這個能力 就是我們學校有學會學成功 也有學會學成功 我們期待我們學生都有這個能力 能夠 變成多文化的界定 所以我們的去年前年畢業的系統 還有越南談會 去工作一年 就可以拿到5萬億的薪水 那可能越南可以只能 5萬億 他可以只能4萬3萬 做了一年後 其實也將近60萬 可以帶回 有一個人做了兩年 薪水是5萬2 但他越南不會 但是越南不會的話 我們說最少加薪水 發作完以上 這個就是一個 現在是個機會 比如光從經濟的角度 但是我們今天都先把這些提供 所以等一下我們 請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們希望學生有 最早還是具備過文化的事業 再來加強 再進入到市場 最後就是 我們希望像現在 在幾位年輕人 也願意去投入 這個 東南亞的國家 開發的項目的意見 好 這個碩士管理學術學生 今年主委會開辦 現在目前有四位 然後再要準備報 兩位是台商 在越南台商提供獎書金 給當地他們公司的支援 等他們觀察之後 非常認知的兩位支援 越南 他是以前獨中一線 現在台商獨中 兩年的獎學金 提供到我的這個 學術學生來 做碩士學生 好 那我希望等於說 讓更多的優秀的這些 東南亞人 能夠來到 到東南亞人 希望 我們的學生 優秀等不夠到 東南亞去念書 所以我們後續 我們今年開始 暑假有什麼的 越南印尼的暑期班 我們跟當地最好的大學合作 希望是一月 一個月的這個 不管其他語言跟文化的學生 接下來我們希望九月份 我們有學生 能夠當地去 一學期的 將換學生 更希望我們學生 將來有二加二 在我們學校讀兩年 再兩年到 越南有 最好的是 我們優秀的高中生 能夠從高中畢業之後 就直接去這些大學 剛好 今天幾位女中的老師 還有我們來一起 我也向國泰的副理 有提到 所以他們很願意 學生現在要學越南 他們想要到越南去 我說做什麼呢 還不太清楚 國泰說 這是很好啊 國泰想說 幫他提一支計畫 我們來看看 可以支持 敬為與眾的學生 從暑假的時候 學學越南 然後再到越南去 像我們跟我們 可以搭配 現在是在 所以就是 也有什麼新的想法 我們就希望 以前是小朋友高中 我們現在希望 是更多的高中 也進來 國泰也支持 多元性創新的 還有很多的可能性 就像我們在座 實際加上我們可以一起去 一起去 我相信 我們已經有一個時間上 我們暫時先提一下 非常謝謝就是 好 好 現在只會參與 只能分享 這樣子 還有實力 很不容易 然後而且 不是完全先以 那個靜靜 然後以為 也好想的 然後 出自一種的 就是 文化的方法吧 然後 我也記得就是 之前剛好 有一個 東方 年齡的老師 然後他也跟我講 他說 那時候也是有一些 有些人家 學生 有些人 跟教育 文化的交換 然後他們也是有 學生 然後再用房間 去 瞭解人事 然後他們就是 比如說 他們看到他們這些 他們回去 又要去關心 他們 在 他們自己去 文化 希望去跟 再去 他們再做更多的 或是 更多文化的方式 做成功 這樣子 所以文化是一個 很吸引的 然後其實我覺得 透過雙方的一些交流 或是 學習的話 你可以就是獲得更多 一定會更多元 這樣子 那小朋友 就是說有沒有朋友 想要先回應 或者是說想要提問的 我們有中心一個網站 我們期待成為一個平台 就像 有 印尼的一個團體 他們 媽媽們 自己準備一些歌舞 還有服裝的人 那我們就站在那裡 如果你需要 請他們去表演 印尼的文化或歌舞 我們這邊就有 可以參加 如果你想要有教學的 像剛才那個 我們提到的 精美女眾 那我們 本身有很多的 願然意義的老師 資料 我們可以介紹 就是看你怎麼樣 到我們這個學 還是我們請他到 精美女眾那邊去學等等 這些都是我們希望 所有的平台 讓所有的需要的人 能夠想要提供的人 能夠在這個平台上 得到項目的交換 所以看看各位 你們可以說一下 你們有什麼需求 什麼等等 說我們這邊 國際資產經驗 福利啊 這個過程不錯 回去後明年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 會不會叫他們 目的 存在的動作 可以讓大家 去從任務 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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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學年度的教肢人員 的計畫 那我可能 說的不知那麼明白 所以看影片會比較清楚 公大製作的影片的詳細 是 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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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教育部 提出 提供 除了 教育部 進步 台湾 國中小教育 介紹 教學觀摩 有哪些国家会去关注到母语的学习 我觉得个人觉得 好像就有台湾了吧 教学资源与运用 好 你看一下这个网站里面的内容多么丰富 我们来看看 先从这个网站里面的内容 它会有一些公布来 语音与听音教学 对 我觉得好像有不一样的对不对 一个是A然后有帽子 一个是A 一个是A 好 所以才听一次 我们的答案是什么 好 读写教学 那我个人的经验里头 可以建议大家以下的方式 在第一个步骤呢 你可以先让孩子能够 就是熟悉我们的字母母音 听地教学 练习一下我们就是 这个句子怎么念头 如果一个广队 经过一个广队的时候 你们如何来走路 没关到明慧 接下来关是会当长辈 然后明慧是晚辈 你经过长辈的时候 你要如何走路呢 好 明慧会会稍微弯耀一下 语法与教学 一直下语 一直下语怎么讲 格摩埋 对 一直下语就是格摩埋 都对 好 在这边埋就是一直都对 好 词会教学与应用 夸乐就是我们的 超向的名字 它的印尼话叫是 格巴哈基亚安 格巴哈基亚安 好棒哦 你会发现它其实呢 它有加前罪跟后罪 会很厉害 那我们之后会解释 是所谓的什么就是前罪 第二语言教材分析与实践 其实是分组去访问 因为有外籍老公 那内容是什么呢 比如说本位是单样 教材教法 太 太 好 那因为现在你还用哈 你嘴是不少个发音的 所以你别人跟老师不一样 对 那老师拿个经纪来用它 你看你的嘴型 跟我的嘴型有没有一样 好不好 好 好 单集经营 在越南的学生上课的时候 手都放在桌子上面 对 就是这样 桌子上面 对 对 教学实习与评量 对 这个很好吃 我们这个 国家吃的 米国 但是 你不喜欢吃沙拉 沙拉 给老师请 我叫沙拉 沙拉 本案数位媒体培训教材 是借由无国界的网路提供学习 以资讯科技融入数位化内容 期望能成为新著名语文教学支援人员 促进教学发展 提升教学品质与效能的重要助力 大家看完影片之后 有没有比较幸福 这个计划可以哦 所以说我们是培训老师们 国小教新著名语言 因为正规薪资还没有这么快出来 还需要大学四年的培养 然后这个是先找说新住民来台湾结婚的 可能他们已经是他们的本国语学会很清楚 所以他们只是要学习如何交给小朋友 越南语、印语 那还有其他无国语言 所以我们这个计划主负越南语、印语 好 想说看完影片大家有没有 比较有感想想要提问 跟各位芯 multiply 针对我或贷ף老师 第一,不管是哪一項或新哪一項,其實在過去的時候都比較是從精緻的角度 所以我在曾經有一次會議上,我是有建議說,在我們的教育,我是從教育的角度 我認為新哪一項你可以從各個的角度來看,那我比較認為是從教育的角度來看,是在跟我們有關係的 我是認為在談我們的課綱的時候,或是我們教育部的政策說,千萬不要用經濟的角度來看 不要說,因為我們現在大學生已經擺入學了,然後越來越少子化 所以我們應該讓更多的東南亞學生到我們台灣來 這個就是一個完全照顧自己利益的角度,我們沒有把對方的我們互相利益的角度來看待 這個時候就是像西方的資本主義看待我們過去的這種東方社會的那種自大 這個不是我們在教育上應該講的,我們應該是說,就算你是像非洲一樣貧窮 假設當然非洲不是貧窮,就算你是很貧窮,但是因為你是我的鄰居 所以我們的年輕人也應該去了解我們的,是從這個角度 不是在於你的國內大小,那如果真是從經濟的角度關一,關一的話 東南亞他們的所得水準將來都變四萬,變成一萬的時候 那是說,那你們也可以同樣的報復,你不要來認識我們台灣 這個是一個教育,是把對方當作做我們的鄰居的一個觀念 不是從經濟的這個角度來看待,不是用你的國家的經濟實力來看待你的 所以同樣的我們也是看待我們台灣的新住民或移工也是一樣的 不能因為你的國家國力,是只有我們的四分之一的外匯 然後我們就對待你的時候,我們就是四倍的驕傲 不對的,不應該把它放到我們的政策裡面當中的一個角度 是解決我們的失業的,不可以這樣 那你說順便也可以,但是你不要把這個概念放到我們台灣裡面 這個是我自己意思,希望我都可以這樣子 第二,我們學這個語言也不是為了經濟 其實是因為我們的旁邊周圍有很多的新住民,我們的二代 他們會說這些語 所以昨天我看電視上我有一點,有點傷心就是 昨天他們的新聞說,米南語是不是台語? 現在柯北山叫米南語,可是我們大家都叫台語 所以有一位學者說,我們習慣叫台語,但我們不叫台語 可是習慣如果是臭的就該 因為我聽過客家人說,拜託你們以後不要叫我佩郎 不要就是佩郎,但是習慣我們就是習慣 我們習慣按心意,我們就說外籍佩 我們習慣了,我們就說外籍佩郎 什麼之類的,習慣了,習慣了就可以了 習慣是錯了就馬上改,要承認錯誤 會反省的意思,才是值得我們尊重的意思 不能習慣了就可以了 如果我們說台語,那原住民語是不是台語 台灣的語言當然是所有的都是我 但我們不習慣,不可以 在這個時候我們就說,新住民語言 是很多人歧視,很多人說 新住民語言不是我們台灣語 所以不能算是母語 我們現在台灣的母語只有幾種 除了國語之外只有三種 這是比較慈大的一種形態開放 我是從教育講故事 不太支持工作 但是新南亞政策這部分 我認為應該合作 所以我們現在有跟這個 所得外號協會等等合作 就是我們課程邀請夜市 因為我們認為說在管理 在商業上不夠,我們是不夠的 我們在媒體上不夠的,我們請戶納 我們有其他不夠的,我們就請 像我們的攝影這樣不夠的時候 我們可以請一些導演來幫助我們學生 我們還是希望讓我們的學生有競爭力 我們期待我們的學生 是能夠在你的主要語言是英語 一定要學 起碼這個豆腐大概是五百五 是應該基本的 那接下來就是小魚種 不要再去學什麼日語、海語 其實我們看電視大概都會了吧 會得發生什麼時候 再來 都已經會了 今天就是小魚種啊 小魚種才是一個競爭力啊 或者這些也代表著你 對於我們的鄰居的一種 所謂的真正願意跟他一起生活 一起認識啊 這個是一個心態的弱解 其實這個心態由我們的語言 或者是一個行為是看出來的 背後的價值 就像我們的老師們 真的是真心帶來我們的學生的時候 其實看行為看語言就知道了 所以來自上其實我是認為 經濟有經濟的發展 但是還有很多我們的構想 其實我已經問過很多的越南的校長 他們的意見了 他們是說 連我們的越南駐台的代表都曾經說過 你們台灣人是想賺我們的錢 你們很多的新南上的政策 根本沒有把我們國家的利益放在前面 越南駐台灣代表人生為他 公開在網路上發言都說出這個 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的新南上這次 都有很多對方的感受 可是日本和韓國是怎麼做的 日本和韓國是讓對方感受的說 你願意支持我們國家的政策 日本和韓國是幫助越南去建立那個政策 這些建立的政策是他們家裡就是外貿 教育部混血統等等這些高級的外貿 在這個時候 他才從裡面的當中去獲取利益 因為政策審視地理會 我們就原理我們韓國和日本的這些 社會進去 可是我們都不會做成功的 我們只是到那邊去賺錢 然後公司到那邊賺錢 散兵永遠 日本都是整體型 在那邊設立研究研究 我幫你培育人才 我幫你去設立那個政策 就是你一定 他們感覺現在有一次幫助我們國家在這裡 可是我們台灣的商人 是賺了我們這些方面的一起 像這些的話 都是我們去檢討 再先來一張政策 先去檢討 再來跟韓國做什麼 如果我們不去檢討 我們不知道問題 也只不知道我們做的是未來錯的 反而做的是一個負面 那他們的駐台台 已經說了這句話 大概兩月前才說 對不對 其實用我們的教育 用我們夥伴的話 是事實上 這個是值得揮展這個變成 讓我感覺到是沒有理由 因為你讓對方感覺到說 你願意幫我 你願意幫我們 從教育等你做起 那這個事情 你怎麼都知道 會不會做的 那當然我要問 就是我們個人的事業主要的看法 所以我給大家看一下 哪一句話 喔 這句話 這句話 來 我給我看 兩句話 我說兩句話想請教 就是 像第一句話 現在目前是針對小學 那 雖然說 學生願意學習 或是學校有幾個資源 但是如果家裡不願意 那 繼續重置的話 這樣子是不大的主意 所以他等於學問他也不可以講 那再來就是 學校 呃 學生的氛圍 因為 永遠氛圍 如果他不是很節奏的話 那可能這個 學習會不會有什麼 所以 就是第一句話 我會想講 要說 目前現實實在 可以實施的時候 有一個遇到什麼狀況 然後第二個是說 目前是做什麼 在實施教育 那 那 國中高中跟大直這邊 還會有嗎 或是 在於成人 尤其 成人才是影響 底下最重要的元素 如果他不同意 那你怎麼做都 要反 但是成人價值觀 是最難明顯的 謝謝 好 這個問題 其實 我們從調理問題是 小學也在做 國中也在做 其實國中是選修 小學是必選 一定要從 米南客家 原住民 跟西住民 這裏的學必選 那國中也是有進行 高中 這不會就是 剛才國泰慈善基金 我們太想說 也只是一些高中設立 就是 越南語的辦 現在開始 那現在很多高中市 屬於二外 已經有增加 越南語和其他 像那個台中 五六年前 就已經有二外 是越南語 所以很多的高中 也在進行 但都是少數 就像講的 其實不在於語言學習 也不在於文化的表現 也不在於文化的表現 是在於台灣人的 偏見歧視的去除 這是根本 如果各位有看過 《八一道河》的那個電影嗎 導演 在其中訪問一個小女生 幼稚園的女生 你媽媽是哪裡 走去越南 那你為什麼不告訴我別人 說你媽媽是越南 她本來很高興 因為導演說 是從她來 她很高興 然後她臉很像 然後那個女孩子說了 一句話 只是當我沒有生理 或是你媽 你們又不想聊幾遍 我們又不懂 越南人 跟你講 你媽媽是越南人 又有什麼越南人 那把刀就 刺在我們台灣的心上 就像剛才這樣 台灣的環境 家庭裡面 家庭我們沒辦法 但是我們嘗試的 去讓我們的外在朋友 所以現在可以學 連我們大學都學 我們國泰的副理部在學院 來學院 對 我也在學 不需要靠這個賺錢 但是我在學 慢慢一點改 我們的網站上 準備現在開始 把有關的偏見的東西 我們都對比 比如說我們都認為 馬來西亞就是 住在樹上 我們對比一下 馬來西亞的雙塔 偏見在哪裡 我們會做一些 簡短的類似電子報的東西 我們會放到網站上 拜拜 音樂中文 為什麼 像這種偏見的東西 一邊要靠教育 第二個就是 學校裡面 我們老師們在做的 就是要 活著這些偏見 對不對 我媽媽是 原來 你什麼 你是什麼 這樣會的話 這樣會不對 對不對 要道歉 雖然我們國家 還沒有那麼反種族 歧視法的出現 我希望是將來 不要整理 像美國的話 比如說你是 比如說 你是 Negro Negro就是 違反這個 其實法 要出發 對不對 我們在台灣 還沒有這個 沒有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就應該說 你要學會 只能在公民社會 你要先道歉 你知不知道你錯了 知道錯了 好 接下來你道歉 道歉正確的 對對方的說法是什麼 再說一次 像這些就是我們教育 我希望是 把這些教育 不是既然在老師 而是我們的素材 都能夠放在網站上 能夠讓老師們看到 這不錯 不放一定用 但這個就是 我們 沒有錢在做 就靠我們 研究計畫 一遍一遍在做 這個是很重要 家庭的部分 我們不太能夠介入家庭 但希望 慢慢讓阿公阿媽 父親知道說 我會引以我太太為傲 即使她學歷不好 但是 她擁有台灣人 一般是沒有的 第二個 魚種的 這個問題就是 我的小孩子 如果能夠會 她的媽媽的女兒 我也會趕快教 像這個我們也希望 做一些社會教育 那我也期待 我們的新軍 趕快加進 教育部正在準備 把高中升大學的 英語成績 可以用 動耐量演 做成績 就是看你哪個成績 比較好 因為我們先提出 希望教育部能夠 改進這個規則的這個動作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看科的東西 我們再試試 請問一下 請問一次 請問一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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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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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問校 就是 您 請問ност 非常有趣 我知道 請問 所以是不管是那個信任代還是 代表是所自信的理人是信任代 就是不是想要多了解一些 讓我們去做採訪的這樣子的行程 想要跟我們聽過老師去採訪一些的行程 很多的媒體都問過我這些 那我是認為我也跟國泰有期過 我們過去有合作的很多的家庭 但是我基本上認為 我們第一個先要爭取對方的同意 可是爭取對方的同意請注意一下 有文化的差異 因為不管是印尼或越南 他們是非常遵守這個所謂的尊位的 所以對待我們老師 他會認為這是一個長輩 他認為是個權威 所以有時候他不好意思拒絕 可是他內心是不願意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由我們來去介紹的時候 會產生我們權力的不對的情況之下 他是被迫接受的 那如果被迫接受就會變成有點像要買 是不真實的 所以我對於政府 事實上內政府也有做一些類似的 上面就是說 太多是如果是真的他們非常情願 他也願意去分享出事比較好 但是今天我們要來做的時候 他會感覺說我曾經因為我們參加過國泰的計畫 所以我們會稍微有點虧欠這個國費 所以你介紹我這個的話應該是我值得信頼 可是到最後真的談的時候 很可能有時候記者會比較aggressive 就太超過對方的 一直在追問 因為這樣才有一個獨特性 可是媽媽的就感覺有點為難 可是你不知道怎麼覺得 因為我們的話想法都會 所以你知道不合理我不要 台灣人會講說 可是很多我們親族的麻煩是不好意思說 不知道在當上會不會說 所以在這種情況我感覺也反而 事實上的這次的弟子是傷了媽媽的聲音 但我感覺說我們請問不要再接受 因為這個對於媽媽來講 她就感覺說 我事實上是下一個話 到最後的時候 對她的權益受信領 這不是文章的 所以這個是存在他們的 所以效果不平革 我伴著講過了一段 我是認為可以介紹 但是一定要她認識到說 是有這種權力要跟人家進行 這件事 但是也有很多啦 就是我們可以效果的看來 如果真的有足夠的話 再講 不過就這樣 因為其實她是很有心的一個人 這麼做的也不是什麼 就是這樣 是怎麼樣 各位 請問您 請請請請問一下王教授 相信你也是很在意這個 台灣的這個中華英國政府 對南向的重視在經濟面 你看到的是不是應該是一個文化的這個層面比較重要 在我想請教你問題之前 不曉得先知道你的母語的稱呼怎麼稱呼方便嗎 所以我名字的稱呼還是我母語的第一個母語是哪一個母語 你自己的母語的我怎麼樣稱呼 王大修怎麼說還是 你的母語 母語就是 就是王大修 我是說你的母語的稱呼 在台灣有很多母語 母語是哪一種是不是 我的爸爸媽媽是從中國大陸來的 河南開通人 所以你的母語我怎麼樣稱呼 我母語應該稱呼是叫河南話 但是我們在台灣的外小人都被認為是國語 但事實上我國語是在小學去學的 我以前沒有學過國語 所以我父母親不會講國語 所以台灣政府有在推廣河南話嗎 台灣政府有沒有推廣 你說 對 就是說你的母語的名稱叫做河南話 那台灣政府有在推廣河南話嗎 沒有啦 確實我們只有 因為是國語獨大的情況之下 所以就沒有推廣 這也是一個所謂的母語的定義上的問題 但是我們就讓歷史先走過去 所以我現在就是我也是在台灣 這塊流地的一個台灣人 在看到一個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的 這一個熟失的這個橋運政策 它表面上是要多餘心 但是實際上它就好像 你所說的你自己的母語叫做河南 那這個政府它花了多少的教育運算 在推廣河南 如果有人這個都沒有照顧到的話 那現在所謂的要南下 你希望它這個政府還能夠照顧 對台灣地區的現住民的文化教育 這不是一件很荒唐的事嗎 那我稍微回應一下 就像我剛才說的羅神戶所說的 我們去柬埔寨的時候 我們有帶自己 我們自己帶一些美金過去 但是我們知道說 我們要帶過去的時候 讓他去買一些文具或書的時候 我們說書不是應該政府來書嗎 他說確實政府書 可是有一半是被官員拿去賣的 那我們當時 那我們為什麼還再拿起來給他買教育書 但是羅神戶公務其實就是 你要等到這個國家的公平正義 都達到了以後 你才看到這些小孩子 這些弱勢的地區小孩子的虛臭話 還是說現在我們能夠做什麼 我們就做一些事 他講另外一個故事 是我在大學畢業的時候 當時我打工 一月是大概一千塊錢的工資費 我當時在畢業的時候 捐了四千萬塊給西巷 社會系蠻新的 我當時跟羅神戶講說 老師 我如果將來賺錢 像黃永青一樣 因為大了上面是泰山的那個 黃永青的工廠 經常會飄那個灰在我的室室裡 我說等我有錢的時候 我一定不只捐四千塊 我會捐四萬四千萬 我的老師給我破了個書 他說什麼 他說 等你有錢的時候 你就不會捐 你現在的錢 你現在四千塊是你三個月四個月的工廠費 可是等到你有錢的時候 你就不會捐 為什麼呢 因為聖經上說過 怎麼樣 一個婦人跟一個寡婦 她捐錢的時候 婦人進天堂 給那個寡婦 給那個什麼 真穿過的駱駝的眼睛還困 因為寡婦是把她的 晚餐的錢都捐了 下一頓錢都不知道在哪裡 可是婦人呢 她隨便拿一個錢 是她的千萬分之一 可是拿的時候呢 她想要丟的時候又捨不得 但她會 再丟一下 那麼一點小錢 她都捨不得 她讓我去想說 我自己以後說 將來我可以 好像主持正義 我可以有錢做 用一點 人性 當你有錢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想到自己 所以她提出這個話 就讓我想說 在台灣新南線政策 我們做教育的老師 我暫時不談這個過去的政治 或其他的問題 很難解決 就像說二二八事件一樣 誰是一個受害者 誰是加害者 我們要去理解 可是你要去釐清教育 做一個教育的做老師說 真的不太容易 所以在這種情話之下呢 我只能說 我們現在來看 謝謝 我自己的母語消失了 我在美國生小孩子的時候 我的小孩子 我都是跟她講話 可是在美國沒有人講 到台灣我也在講 因為有人有講這個 他看到我和我媽媽講的 然後我想看我媽媽媽 他以後就不講 我想每一個族群 他的母語都曾經遭受過 一個強大的 我們族群友 或其他人的生活 的一個會見 但是 先讓他過去 我先看前面 我先注意這個 我認識這個 我現在 都沒有 所以我就先看這個 那不管哪一個政黨 他是南向還是新南向 我認為經濟的部分 是可以放一邊的 但我不會認為 教育是所有新南向的唯一 應該大家可以一起來努力 那 互相交換 這個是我先人的一個做法 我個人能力 只能做到這樣子為止 我們更多的年輕人 大家從各種的 場域跟角度 一起來看這個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拿到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然後我們就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的 那邊 都大概到這邊結束 然後 可是我 所以我們還可以在那邊留下來 大概到十二點前再離開 然後如果大家有 如果大家 對 我老師也要急著走的話 大家還可以過來包圍爬一下 這樣子 對 然後 跟大家預告一下 就是明天 那個 晚上七點的時候 我們會把那個 飛蛇無蠟燒那個開爆 大家知道現在開爆 現在有一群 原宿的肥靈 還有他們在當真 因為他們就是自從二月二十八號 然後那個原委會公告的 就是說他們的純風領域面積 只剩下八十萬 本來以前做的調整是一百八十萬公斤 然後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說 那這樣子 會對他們以後 可能還是有一些大型開發案 然後或者是說 對他們的文化 書域的 產生的部分 會有影響 所以他們覺得他們是在 那我們明天會去 那我們明天會去 大家的挑戰問題 然後有一些 有些年輕人 他們會再說 為什麼真的都設議 裡面讓他們 這麼重標講理 那希望大家如果說 有一次有空有機會的話 也可以就是 一起去那邊 關心一下子 那就是 那就是 老師不好意思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就今天 大家就先解釋 然後我們就是 在這邊自由的交流 謝謝大家 謝謝